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換了一部新電腦 在我換了一部新電腦的同時 Kingshan他們又送東西給我了 其實我也有很多隻Kingshan 他們經常都寄一些東西給我 他們今天寄了三件東西給我 第一樣是一個DDR46GB的RAM 之後有一個480GB的SSD 還有一個新的Headset 我們逐樣逐樣離開 今天有三件東西 一個Headset 然後我們有這個RAM 還有這個SSD 我們逐樣看 我們先看看這個RAM 16GB RAM來說 可以說是現在打機 也可以說是最必須的 這個RAM上面也寫明 是給這個Gaming Accelerate Gaming 即是加速幫你的遊戲 看看裡面 它應該是一個16GB RAM的Kit 所以有兩條 沒錯 兩條 每條8GB 這個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OK 它這個DDR4的RAM 它的名字叫Fury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RAM設計 真的挺有型的 我自己以前很小時候 玩電腦 我們組裝機 那些RAM是沒有這一排的 只是很Raw 很噁心的 但現在的RAM出得很漂亮 我覺得 說回一點性能 它這個RAM 它是可以自動超頻最高 可以去到2666MHz 然後 它電壓是1.2W 比這個DDR3 耗電量是低一點的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選用DDR4的原因 因為電量低一點 你的火牛的負擔都會小一點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裡 其實這個黑色這個位置 是散熱片來的 大家知道打遊戲的時候 電腦會很熱的 配合上面這些散熱位置 其實對於你的電腦的壽命 是相信會有些幫助的 我們下一個 就是這個 480GB的SSD Drive SSD來說 平時我自己用的 都是240GB 它現在這個是480GB的SSD Drive 其實我沒見過 不知是我自己孤柳寡民還是怎樣 我是第一次看到480GB的SSD 還有它這個我想說 它那個盒子放得很漂亮 很復仇者聯盟的感覺 我相信很多我的觀眾 都已經很熟悉電腦的了 我每次買到電腦 買到任何電腦的東西 都被觀眾說我做水魚的 但是這次這個SSD 如果有觀眾是沒有用的 其實都要介紹一下 SSD比起傳統的HDD 它的速度是更加快的 這一款的SSD 它的速度最高可以去到560Mbps 這個是讀取速度 如果它寫入速度 最快可以去到530Mbps 這個其實是非常快的 所以為什麼遊戲呢 所有遊戲 我自己的遊戲都是 我會在這個SSD上面 平時我自己用的是240GB 這個480GB 其實可以更加多的遊戲 因為平時用240GB的話 其實這隻GTA 已經50-60GB 其實你安裝了幾隻遊戲 已經是沒有位置了 所以480GB的SSD 其實可以放更加多的遊戲 剛才我說我的速度都有寫 560Mbps 然後530Mbps 就是這個HyperX Cloud Core HyperX Cloud Core 這個黑色的Headset 這個Headset 其實跟我原本用的HyperX Cloud 其實可以說是兄弟產品 這一款是比較入門版的 雖然說它是入門版 但是它的音聲 其實跟我平時用的HyperX Cloud 是一樣的 選擇一個Headset 最重要的是它的舒適程度 因為有很多Headset 你一戴它上頭 其實已經是兩三個小時 所以你的舒適程度是很重要的 那HyperX它這個系列的Headset 其實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非常滿意它們的表現 HyperX Cloud的那個Headset 其實我自己也用了很久 很多觀眾也問過我 就是說我的Headset在哪裡買 黑色配紅色 黑色配紅色其實都挺漂亮的 有一點點Air Jordan Feel 那它這些位置 是跟我原本用的HyperX Cloud 是有些不同的 我可以拿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這個就是我平時用的HyperX Cloud 那這個不好意思 我已經用到髒了 這個已經 那我們先撕掉貼紙 其實我每次買新的東西回來 撕貼紙這一下 其實真的很爽 就是你撕起它這一下 你撕它出來這一下 這一下真的很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哈哈 當然它這個是用來打機的Headset 它當然就是會配備這個麥克風 那這個麥克風 是你需要用它的時候就可以拆開它 你不用它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隨時把它拆開出來 但因為它這個是設計給電競用 那它當然會配備這個麥克風 那這個Headset是可以用到PS4 PC Xbox One 基本上全部現在流行的打機的platform 都用得著的 那剛才我都說了Headset 最近的就是帶著長時間 要舒服 要舒適 那它這個Headset 其實它 因為它不是圓形設計 它是一個橢圓形 其實剛剛好包著你的耳朵 那它這個Pack 和這個位置 它中間的厚度夠 如果你的耳朵不是Sandauke人怪狀的話 它是應該不會觸碰到你的耳朵 那你長期戴著 其實是不會不舒服的 還有就是它這個彈弓 它不算太硬 不算太鬆 那你長時間戴著 都不會被舊東西夾著頭 夾得太久 而痛或者不舒服的 雖然不是說它們送給我 就一定說好說話 但事實上 大家看過很多影片 看到我一直用這個HyperX Cloud 其實是舒服的 那這個HyperX Cloud Core 可以說是HyperX Headset的入門版 其實我覺得是 那它的價錢亦都非常相宜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試一試 那這個呢 既然介紹到Headset 那當然要打鋪機試給大家看看 說到不明白 要試Headset 那最好呢 當然是打著機來試 那這個Headset呢 HyperX Cloud 這個HyperX Cloud Core 應該是 那它呢 設計上面 它就說 是設計給這個電競專用 那其實它戴上去呢 那個感覺 其實跟我平時用的HyperX Cloud 是分別不大 都是舒服 那耳朵不會碰到裡面那個 speaker的位置 那它這個位置也夠軟 還有夠厚的 那所以戴上去也OK 還有我挺喜歡它黑色這個設計 現在我全黑色這樣呢 我戴上去之後 感覺上好像 那些直升機機師那樣 還有上手說完 Rainbow Six Siege 我已經升到Lv20 我是可以夠Lv去打這個排位戰 即是打Ranking 那我也想快點升上去 然後打 那這裡可以呢 我一邊玩一邊說一下 那讓大家看看 聽一下 我這個聲音 是造成怎樣 即是它這個麥克風 可以去到怎樣 即是它這個麥克風 那其實我暫時 剛才我自己試了一試 其實我都OK 滿意的 其實 因為它看不到 傻仔 剛才好像看到有條人在裡面 是不是呢 剛才裡面有條人的 很肯定 我覺得它會跑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但有Defuse在我身上 我應該快點走進去 我們把Grandy放進去 我很肯定裡面有條人在這裡 我知道 它可能在這裡裡面 不奇怪 我在這裡攻進去 對 在裡面 但我不用管它 我直接在這裡進去就可以了 為什麼有人掉了 那些朋友都死了 那些朋友都死了 那些人都死了 什麼事啊 炸了自己嗎 怎麼搞的 殺了一個 Oh my god 我殺了兩個人 剛才我小鈴鐺放進去 炸死了一個 是炸掉了一個 總之我開槍打它就算了 但是我整隊 是沒有人做過的 我一個人殺了兩件 我們今天簡單介紹 這三樣的產品 這個 HyperX Cloud Core 這個Headset 其實我蠻喜歡它這個黑色的設計 而且這裡 總之它在這個位置是不反光的 雖然我蠻喜歡 然後還有這個 HyperX的Fury 這個16GB的Kid Set 這個是RAM 還有這個480GB的SSD Drive 這個 剛才說了 我們會拿來 是用來安裝遊戲的 這個 在我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把電腦插進去 就開始用了 這三樣的產品 今天感謝King Sun 他們傳給我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先集出來的指引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下一條影片回來再繼續 是這樣的 拜拜 他不是也是不行嗎 拜拜 拜拜 啊 得去哪一樣 哈哈哈哈